欸 海一邊叫人老了好幾歲 嗨 姐姐好 嗨 好大喔 小心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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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看四季 啊 啊 想要看四季 我想知道 洪翔 乖 這個飛機是用來飛的喔 不是用開的 知道嗎 好 那爸爸我現在想要睡飛機嗎 好 好啦 乖 洪翔 我爸跟你說喔 爸爸今天帶你來看飛機的事 千萬不可以告訴媽媽 知道嗎 好 下一題還是我們兩個人的秘密 好 就是我們兩個人的秘密 洪翔好聰明喔 好聰明喔 爸爸最愛你了啊 從小 老爸就喜歡帶我來看飛機 現在長大了 他也忙了 偷偷來的秘密 恐怕連他都忘了吧 算不算了 永遠 擁有 我當然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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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请问一下 请问转过去,可不可以到行医街 那是南部上来的 不是,我跟我爹地还有我妈咪刚回国 路不熟,所以 你们要去的是行医路吧 那天第二天,走一转就到了 好,谢谢你,再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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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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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在问 你妈在问 听老爸的话没错 努力工作 好好表现给你妈看 我无所谓 反正我再怎么做 老妈都不会看好我的 只要老爸你开心就好了 我们再说了 我先走了 爸 这边病房本来几层啊 七层 我们上楼 还不错 这家医院真的很堂皇 难怪啊 赶在LLA的中文报奖开门广告 你不是住饭店 堂皇有什么用呢 要医生的医术高明啊 那才是真人 插过去 你就是吃牧场的 黄女 今天晚上八点之后啊 乔太太就要记得 不能吃任何东西 明天好夜些 不如说起来 我从现在到晚上八点 还可以大吃菜吃喽 能吃能睡 能说能骂 当然好了 你呀 在美国警察不出任何毛病 我就不相信换了医院 换了医生 你就会突然病入膏肓了 常博群 佳琪 你就巴不得我早死了是不是 妈咪 乔太太海上有事情啊 这个零哦 小姐啊 你们对逃生门在什么地方啊 走廊两边都有逃生门 太太你放心 我们医院设备 可惜你们 院长 去忙你的吧 还记得我吧 记得 记得 应该是在二十五年前 在岗山的一场舞会上吧 天哪 真的是你 你是苏天才 就玉梅灰婚妇嘛 爹地 欣欣来 这位是苏波波 这是我女儿常欣欣 苏波波好 女儿好 欣欣啊 真的是没想到 我们才一回来 就遇见老朋友 是啊 没想到啊 好开心啊 真的是没想到 是啊 爹地 妈咪 我要去上班了 不陪你们了 晚上我来看你哦 拜拜 小心一点哦 好 妈咪拜拜 爹地 拜拜 拜拜 女儿蛮漂亮的 在什么地方工作 在一家广告公司 美国啊 学的就是大众传播 两个月前才受病 回台湾工作的 是啊 是啊 我刚才查了住院资料 常态还是哪儿不舒服啊 我全身上下都不对劲 都叫常播群给气的 我会交代下去 要他们给你们最好的服务 我医院的设备和医术 都是一流的 苏天才啊 你现在可不得了了 在台北啊 有这么一块黄金地段 少收也要个几千亿 才能当上医院院长啊 是啊 是啊 这几年台湾啊 现在进不得好快 嗯 我们这家国外住久的人啊 回来反而觉得寒酸呢 那周宇美啊 真是命苦 如果她知道你有今天啊 当初也不会害死孙天祥呢 那周宇美有没有回头来找过你啊 那你有没有林文雄的消息 没有啊 难道 他们也跟你们失去联络了 哎呀 自从孙天祥走了以后 我就再也不想理那个周宇美了 八字不合免得啊惹祸上身 佳琪 这些都是陈宁救死了 不要把人家说得那么难听 哎 你不要一听她的名字 就像全城长的刺猬一样跟我吵好不好 我又没说错 她的八字本来就是又臭又硬 谁碰她谁倒霉啊 佳琪 你看她父母亲都被她克死了 家道中落 还有啊 苏天才也被她害了 失了李子又丢了面子 佳琪 我给你讲 当初啊 幸好你没有追着周宇美 否则啊 在大海里喂鱼的 就不是孙天祥了 你这简直是虎脚蛮缠嘛 哎 谁虎脚蛮缠的 我看你啊 是故意气我的 我当初就说过 初月以后要到欧洲去玩 你就非要带我到大陆去 存心不让我好脱 那我不是给你请的 那我不是给你请的 来 我来我来 做什么啊 我帮你准备了五套换洗衣衣服 买了五件衬衫 真有三套西装 明代也帮你配好了 对了 您要开会的资料啊 我已经帮你整理好了 全都放到这里哦 好 谢谢你啊 都老夫老妻了 那么客气做什么 你出国这几天 公司的事情安排好了吗 公司各部门主管啊 都会负责的 对了 鸿翔已经答应了 到公司来上班 他这几天都在做功课哦 看资料啊 他准备去哪一个部门啊 公官啊 他口才又好 人又灵活 当公官是最合适不过的 是吗 他是我儿子啊 我不会看错了 我有信心啊 他一定会全力以赴 去完成公司 给他各项工作的 凡事不要高兴太子啊 他永远是说得比做得多 只怕最后 还是要叫人失望 老家啊 还在用工啊 爸也没事啊 是来叮咛你的啊 明天一早 我到日本去 不能亲自陪你到公司 不过我已经交代欧主任了 你就直接去找他就行了 行 我了了 穿正式一点啊 公官要注重形象 穿西装 可 你也知道 我们公司啊 在这个世界上 精通叫自己平台 平时啊 我们也很少去做什么广告啊 打什么形象 嗯 我们靠的是众口相传 大家告诉大家 所以你进公司啊 有空就多学学 多看看 慢慢的 再找更合适的职务 调生 好不好 好 好 冯霞 冯霞 我跟你说了 你听进去了没有 我听进去了 爸 不就是 多看多学 不看不学嘛 公官不就是陪客户打屁聊天吗 这我在行的啦 我哪里跟你说的这些啊 我是要你借这个机会 到公司去把上上下下部门摸手 将来好接班啊 接班 拜托 老妈第一个就不答应啦 他一定会希望洪伟座那个位置的嘛 洪翔 洪翔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莫泽承见得太深啊 训 训你 白爱训呢 应该有一个 写真集美女旁边一站 天空在我家飞机坐秤 只能把人糊弄个半死 我也这么觉得耶 怎么会是你啊 你怎么出现在这里 不是我主任吗 我不是我主任 他们都在忙 鬼影子都没办 那怎么办呢 我找公关部的人 我是太阳广告公司 细宣布 常欣欣 可不可以麻烦你 你爸爸呢 你们家住什么地方 有没有联络电话 请问你贵心大名 我呢 贵心大名就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你嘛 你是你爸爸的女儿 对不对 我找你爸爸 你这个人很奇怪很奇怪 我又不认识你 哪有人一见面 就问人家爸爸 真的很没有礼貌啊 欧主任呢 不知道 喂 就算我知道 我也不会告诉你 你慢慢等吧 喂 你这个人很奇怪 大小姐 一直叫人家喂 是很没有礼貌 而且呢 记性不好 让人家讨厌啊 喂 喂 怎么样 没有地方不正常 血糖 血脂肪肝功能 都在标准以内 心脏也没有问题 可以放心出院了 这怎么可能嘛 我全身不是这里在 就是那里痛的 晚上睡不着 早上起不来 想吃东西又这么没胃口 不想睡的时候 又肚子饿 一定是你瞒着我 我是不是得了什么决定 你不告诉我 是不是啊 佳琪 别胡闹了好不好 之前我说你没病 你不信 先医生说你没病 你又不服了 你之前 一定是你跟医院男传统好 故意骗我的 对不对 好 你就巴不得我能够早死 这样就可以领巨额保险费了 不让我留在医院治病 又不让我知道病情 我问你啊 你为什么非要带我到大陆 去捋什么行 你是不是打算在那边 帮我请了亲吻大师啊 佳琪 你这又是扯到哪里去了呢 去大陆是找商量好决定的 我连机票都买好了 怎么可能跟你的身体有关呢 你啊 最近一点都不关心我 你明知道我这身体动不得 还非要带我去大陆旅行吗 我告诉你我不去 我不去 你听清楚了没有 我不去 佳琪 你不要说我不去啊 佳琪 您您看 她这是什么问题啊 什么问题也没有 更年齐障碍吧 我已经交代他们开了药本 出院之后每天吃一粒 保持情绪稳定就可以了 佳琪说啊 为了欢迎你们回国 也为了庆祝佳琪健康 明天晚上 我想正式请你们吃个晚饭 您太客气了 您帮了那人这么多的忙 这顿饭 应该我来请才对 那就这样好了 就明天晚上 请您 跟您的夫人 全家和服关于 我太太五年前就已经过世了 那带孩子去吗 欣欣也去 欣欣也去 两家人拒绝 那人 没能为我生下一粮半女 才能给她 愿者 在学派 也是 每一次 我都会变得更好 那么 我们不要为你 k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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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你花了 走开了 院长 你喝醉了啦 杨茜 你这天都到哪儿去了 我 我都在家 在家睡觉 偷懒 没有 我洗了衣服 擦了地 还擦擦窗户 我还买了菜 做了菜 你骗人 都是灰尘 都是灰尘 我告诉你多少次了 我是个医生 是个医院的院长 我家里一定要医生不人 走 院长 我不要再用你 走 他要我的够钱 我住了三天 你还要够钱 什么都说我 你要够钱 滚 滚 我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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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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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你没想 李文雄 李文雄